台中市北屯区的一处豪宅商办工地发生了一起电极意外 一名37岁工人上午在地下一楼的洗手间施作给水管路时 突然是从工作梯上摔落地面当场失去生命迹象 同组人员看到迅速帮忙通报警消 还好经过抢救之后有恢复心跳目前还在住院治疗当中 那么老检处在第一时间也回到现场来稽查 发现工地有漏电的疑虑而且没有做好防护措施 立刻勒令停工最高可以开罚三十万元 位在北屯区郑豪宅商办大楼内经传公安意外 一名工人遭到电极昏迷从高处坠落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面对媒体追问其他工作人员三间其口不愿多做回应 初步了解三十号上午十点多这一名37岁核心工人 在地下一楼厕所间在A字T上从事水电管线工程 疑似不胜招220伏特电极 当场重衰地面一度失去呼吸心跳 包商的老板除了先资争一笔慰问金之外 并且承诺说以后在这个休养期间 每个月薪水我们都会支付 还好他的主员第一时间发现赶紧通报警消人员 经过救护人员使用AED和心肺复苏数 有恢复生病迹象 目前还在医院治疗中 老检驻货报第一时间也前往现场稽查 漏电的部分没有做好防护 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 已立即下令停工 并将采取新台币三万元以上 三十万元以下的划环 究竟施工包商是否依照相关规范 进行防护作业 详细意外的发生主因有待主管机关 进一步调查厘清 记得理督 我是杨战王志亚台中报道